大家好 我是盧法輝師傅 歡迎大家收看雷霆法輝 今天是第三集 今天我們請了一個嘉賓上來 今天的題材就是 講法圈的敗類神棍 為了提醒大家 不要麻木地崇拜那些敗類和神棍做偶像 所以你們一定不要走開 接下來我們介紹我們的嘉賓 嘉賓我們稱呼他為阿B 你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各位觀眾你們好 大家好 首先我要介紹我自己的節目 和普通的靈異節目有少許不同 因為當然我一定要講講靈異個案 但最終我一定要踢爆 看不過眼的 騙人的神棍和敗類 等你們大家 不要又被人騙了錢 騙了錢之餘 就做不到效果 陪了夫人又接兵 所以今集我就要主題 陸續這幾集都會踢爆 好 今天我請阿B上來 就是想講法圈一個敗類 我通常這個節目我不開名的 我們不如拿一些電器或者水果名 來代替神棍這個敗類好嗎 好 很好 你看看 請我想想 他這樣的人 不如用電器來應用他 好嗎 好 用抽水機 這個抽水機 他的抽水有一手 他抽水得來 全城可以插他 他比特首更厲害 為甚麼 你們記不記得 早前有個迷你衝大火 有兩個消防英雄殉職 他拿別人的嬰兒時生拜承 來表露自己的術數 原學 看看是多厲害 說到別人 一個嬰兒很差很差 所以我現在說話激動 你是一個人 他是一個人都不會在人的傷口 人悲傷的時候 你就去灑鹽 這些人 是甚麼人 他不理人 他沒有感情和同情嗎 法科第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修為 這是甚麼修為 簡直是下流 拿別人的肩膀來上位 傻子也插他 所以打開Facebook 幾百人都插他 這個秋水王 講他的術數 講他的神功 先講他的術數 有甚麼厲害 請槍 講他的神功 一口笑 師傅 請槍 他怎樣請槍 他沒有了道 我告訴你 他為甚麼請槍 有兩份自身 他是找我的朋友批的 批了之後 就拿去擦鞋 拿去那個朋友擦鞋 那他怎樣呢 人家 理事都沒有 一封給人家 人家幫他義務做 這位前輩 首先你不要怪我 因為他太壞了 最多我請喝茶 賠罪 都一定要講這個 抽水機 怎樣去拿你批了一個 睡袋面去擦鞋 那兩個人 他經常掛在口邊 江湖中人 我看怕你都會認識他 是 這兩個江湖中人 我相信他不知道 可能他拿了這份榴槤 批到這個江湖中人好了 準了 可以佩服他 有一個 就拜了他為師 所以現在我真的問心說 我們看到後面 在笑 笑到不能出聲 因為太可笑 你自己是術素家 你要請窗 拿別人的榴槤 給客人擦鞋 是否好笑 你說有沒有資料 你自己想吧 還有 其中一個還帶了他為師 我也認識很多江湖人 但我也替這兩位江湖大佬 真是被他蒙在鼓雷 對嗎 對 講到神功 早前他有一個節目 他表演的叫做曬地針 被人笑到臉都餓了 他居然若無其事 因為他臉皮厚 沒有吧 你多多這種事 你知道嗎 我怎麼認識他 我待會兒再告訴你 我先順暢氣 好 等我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見 在兩個星期前 我們收到一個匿名電郵舉報 說在馬會負責 逐次採的操盤員 他涉不貪污 重案組高級督察樓保強 Lokster 為什麼一間中事的 ICAC查案 很方便 你什麼時候見過古客仔 怕是ICAC的 直接開店 我們有查兇殺 你們有查貪污 雖然個案子不同 但目標一致 你沒有懷疑誰 他是被老店查的 這件事一定跟我們為國有關 我們查過上個月的歐洲球賽 的確有問題 兇案現場只有你一個人 你想問什麼 但你想告訴我一次 這個是不簡單 你試驗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要正式拘捕你 好 好了,我們又回到第二部分了 阿B,我這次請你上來 就想你來這裡討論一下 你為何會做了這個抽水機的受害者 你盡套心鍾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各位觀眾,你們好 事源起因就是2013年左右 其實我怎會認識她呢 最主要是在我的前妻 在我的前妻的廁所剪頭髮 從我的前妻的口中跟我說 有個叫某個抽水機這個人 在這裡剪頭髮 原來她認識某兩個江湖中人 那兩個江湖中人也認識我乾爺 因為我是某個叔叔 某個江湖中人的汽仔 好了,說起來 有一次很偶然的機會 遇到她 跟她打個招呼,說了兩句 可能大家都對話 當時…可能大家對話 交換了電話,認識了 在臉書上大家有溝通 好,從頭到尾 我對她是一個善意的態度 以及公公敬見的表現 跟她聊天、交換 即是朋友,大家當朋友 對… 好,直到她太太跟她結婚周年 正常,我當朋友 當我是第三者 其實不關我的事 我出於善意好心 我也為了買了公仔 做了一張卡 送給她兩夫妻 當恭喜她們 結婚周年紀念,開心 好,直到這裡為止 再過一段時間 好,在我某個契妹的口中 得知 原來在我跟她交往那段時間 那些日子裡 原來她媽媽打電話給我契妹 跟她說我不是好人 這是第一 這裡我也算了 好,第二 有一次…我出去了公國 我和太太也冷戰期間 有點爭吵 即是兩夫妻一定有這些沙發窗 對… 好,我不知道她是怎樣收到封 還是怎樣 可能下來剪頭髮 看到我前妻很黑 可能問她甚麼回事 我前妻就說完了 她就順帶一句 我不知道她出於甚麼態度 或者她可能其身不正 我不敢說 這些大家觀眾自己判斷 她跟我太太說 你有甚麼 如果阿B對你做甚麼 你打給我吧,我幫你處理她 好,各位觀眾 我首先想問你 你們從第三者的口中 或者第三者的角度看 覺得這句說話有問題嗎 那這些你們考慮 閒地的家事 第三者是不知道的 對 你主要說些安慰說話 兩夫妻一定要包容 這是很正常的 出言雙勸 對 不要,誰都好 大家兩夫妻有今生無來世 對 如果給我,我也是這樣勸 對 有甚麼理由 你不是不認識你 你這樣是甚麼意思 我真的不清楚 對 如果有些人真的敏感 這些人 這些就變成有誤解 所以,師傅 別介意 我這句話首先得停 是 直到我早前 我又再聽到 她在我Facebook裏面 又再到處辣火頭 那好了 順便辣我妹妹 即是我的心態 雖然是 你說,喂 我們出來找一頓飯吃的人 不要說出來做甚麼 這個人喜歡在Facebook裏面 做紙上英雄 喜歡 對 過辣又辣 電話是英雄 她基本上 那次我打給她 她沒有聽電話 那我發過訊息 我說 你找我前妻 找我前妻做甚麼 你在說甚麼 我說 不如你出來找我 或者我過來找你 你不找我的 我找你老婆,找你兒子,找你女兒 我找你外父外母 好,那她… 不知是否我辣著她 她去會禮,打電話回來給我 一開口就… 你這個混蛋,你這個混蛋 你過來吧 我說,時間、地點 我說,我不想來,我來你 我跟著你玩 好,那我乖乖乖乖乖 穿衣換衣服 那就… 拍了… 我拍了… 我拍了,我去坐車 我想… 我直接跟她說 我給你時間,你吹雞 你懂得這麼多江湖中人 我這個單湯上來 好,到我坐車 她可能知道我是跳掣的 我說得不明,我上去離她 她是離她 我不會給她面子 坦白說 我說了這些東西出來 我來完你的東西 你就拿些東西來替我換吧 沒所謂的 我相信你的前途 如果我在這裡 我爆完東西 或者我離完東西 我可以這麼說 我一定會在你的前途 我畫上句號 不信你可以試試 好,到我… 到我聽完電話 我下去搭車 好,下去搭車 不足五分鐘 這條甚麼甲乖 正辣椅 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她 她跟我說,阿B 這樣吧,我想大家平心靜氣地說 看看可不可以大家拆掉她 我說甚麼 我說師傅 我說拆掉她 我們弄在我家裡 我不在太太身邊 那時候 你自己去鬼祖找她 第一,我要你明白一件事 第一,你私下找她做甚麼 問她 我們出來做事 說真的,我要冤枉你 你憑甚麼找我太太 你跟她有路嗎? 這是第一 第二 你是甚麼師傅 做人是否有自己的原則 你不要說原則 你作為一個師傅 算是別人的長輩 你做這些古靈精怪的事 鬼鬼祟祟的 你不妥,要不跟我來 對 要不你對她有識心 你出現甚麼企圖 我和我太太 本身有些不開心的事 你不出言相勸不得止 你還要壯大她的膽 你跟她說甚麼 叫她來找我 不是,叫她來找你 有時候她找她出頭 是嗎 即是你現在挑戰我 你是不是挑戰我 對吧 如果站在我立場 我現在有這種年輕人 我以前比較暴躁 我不叫所有人跟你上來 我已經給了你機會 這個人 原來是壞成這樣 你最好再多說些 給觀眾聽 提醒別人 不要被這個人騙 是 你繼續,我不打斷你 還有… 說到這裡 我和我太太的事 那… 即是我自身問題 好了 另一樣 我現在說明也不怕 我現在… 我明說你是非 也不可以說明說你是非 我是明唱你 你有本事,你來找我 知道嗎 你大人大姐,你幾十歲 我不明白你為何 三幾十元,停車場 你有錢買車 你不會養車嗎 你是乞丐嗎 你是乞丐嗎 對吧 等等 到頭來,每天都去我前妻的公司 我知道你的兒子在那裡補習 還有你的女兒在那裡補習 你不用每天都去爬爛腳 走到別人拿車票 三幾十元,很大支 我從頭到尾都很尊重你 你得高望重 我想問你一句 你是乞丐嗎 這些格是這麼壞的 真的壞到沒有人有的 是 還要在… 在社交平台上 周圍搞事搞非 喂,阿基哥 你叫洗衣機,阿基哥 我叫你基哥,好嗎 我遲些是你爸爸也可以 不要緊的 我想問你 你是不是八婆 你為何這麼喜歡搞是非 你嘗試再搞我 你不搞那些大哥 原來圈有很多大哥 你嘗試說說是非 你看看你會怎樣 你不要做個子老虎 你是小屋 你是屋邨 你拉一下那些人 你不要… 不要向那些低層次的來玩 向那些高層次的 黑手黨那些,你拉一下他 總之呢 我們做法科師傅 最普通都要有個修下 修為 你別人家家事 兩夫妻吵架 只有勸奸 是啊 令教人打仔 就莫教人婚妻 是啊 我從頭到頭都跟他說這句 他好像完全是不明白的 他都不知什麼心態 你也是朋友 你沒有跟他翻臉 我還好心 我對他很善意 你做個師傅 你本身兩個人講解了他 或者你口中間人出來 大家真真正正的 還有機會的 就坐下來聊天 當然是幫助人 他要做 有什麼心態 有什麼理由去 別人要找他 你兩夫妻吵架 不妥就要找他 有什麼心態 其實我個人分析 各位觀眾 我不是誤導你們 雖然我年紀不是大 但我想我認識別人的事不多 不是… 見人一定多 像他這種態度 我不是說說什麼 從頭到尾,其身不靜 跟前妻說話的時候 別說是誰的意見 別人的第三者看上去 都說你色情色 你沒錢叫雞嗎 去波蘭街吧 你不要搞人家 搞人家 你真是乞丐 飛哥,別說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順一順氣,再來 我們第三部分,好嗎? 好,去吧 發貨,正邪,定分界 在兩個星期前 我們收到一個匿名電郵舉報 說在馬會負責續止彩的操盤員 他涉容貪污 重案組高級都拆樓保強 Lokster 為什麼是一間中事的 ICAC查案 很方便 你們什麼時候見過古客仔 怕ICC的 直接開店 我們有查兇殺 你們有查貪污 雖然case不同 但目標一致 對 你沒有懷疑誰 但他是被老頂查的 這件事一定跟我們為國有關 我們查過上個月的歐洲球賽 的確有問題 兇案現場 只有你一個人 你想問什麼? 但你相信我一次 這是不簡單 你試驗觸犯防止賀魯條例 要正式拘捕 再掃增 要正式拘捕 你從來 提到 在那裡 好,又回來第三節了,阿B,如果這樣的環境,我們不喜歡屈人,我們是講事實,講證據,聽說你好像帶了一條片上來,聲帶來的,精彩了,你們知道的, 這樣就要給觀眾分享一下,聽一下,好 來,我到,哪個位置 我到,56號,上來 上來,可以,你可以等我 這麼誇張? 你不用聲大聲,你上來聽聽說話 現在是來的,叫我上來,是嗎? 你還沒知道你自己發生什麼事? 你自己跟她說吧,女兒子不會騙我吧 你自己跟她說吧,女兒子不會騙我吧 你有沒有跟我老婆說話 你有沒有跟我老婆說,如果她有什麼事,叫她去找你 找我什麼 你自己說的東西,你不知道嗎? 你自己跟她說吧,我無能端端,你都想跟她說什麼事 你自己跟她說,我跟她說 我跟她說 我想跟你說都沒有,我跟她說 你咬著我,我不能說 我都不知道做什麼 我告訴你,你從頭到尾,你沒有打過給我 和我了解這件事 我一直到尾,我從頭到尾 我當你以為,好像當我老趁 你自己跟她說,我跟你說 你沒有唱?你有沒有跟其他人說過,我不是好人 你自己說過嗎?有沒有 喂,大哥,我沒有公開說了嗎? 你沒有公開說嗎?你暗地跟別人說的 那豈不是出口大檔嗎? 是不是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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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那條聲帶,原來真的被她嚇到 哇,她還爛嘴到聽不下耳的 你們聽到吧? 唉呀,斯文,扮演啊 說回我跟她怎樣認識先 好,她打電話來,約我吃飯 那就好了,我們應約了 跟著出去跟有幾個師傅一臣 我們大家都講開原學,術數,法科 大家都好,見譚頭日 大家都在唱所欲言,不斷地談談談 談到,微飛色舞當然,不如這樣吧 整個平台是法科的 讓一些有求助的人的需要來幫忙 好了,我們即興了 就去搞了一個叫做 萬法歸宗 一個又是一個群組來的 可以在Facebook上有人來求助 可以來問,解答她的 遇到一些疑難,可以解答的 那好了,我當然大家給面子 她認為我的率直 叫我做了這個叫做民主 那就好了,我們很積極 日後之後做好了 就可以在政府那裡 就可以拿回一個拉審 可以真真正正的幫到人 唉,誰知道 所以,了解多些 了解多些這個人 唉,我覺得 多數都是她 在這個平台上吹著,吹著擂著 甚麼都是她的 她真的當作是自己的平台 用了,在我森林 就是用了我們幾個師傅來做了傻仔 然後就退出了,不做了 我在自己的Facebook上說 我沒有做這件事 有甚麼事的責任 是她自己負責 不夠一人 她就自己在Facebook上說 這個萬法歸宗的群組 她知道,所有的事是她自己個人的 不關我們事 所以我一時就聽到我都很生氣 她還說我是傻仔 自己在這兒退出 其實都沒有過我份的 你說我氣不氣? 不如想想想 她自己都不尊重她的師傅 她師傅都在場在這兒和應 說這些人抹大眼說謊 哪有得信 加上她自己請槍這件事 這件事她糟糕了 她不懂的就去請槍 遲早要傳播 說神功 她自己有甚麼本事 曬地針 玩小孩子玩的泥沙 玩的玩意 有甚麼作用 經常靠著Facebook 今天又去哪裏吃飯 今天又去哪裏吃飯 今天又去哪裏多個like 今天又去哪裏多個like 今天笑一笑 又幾百個like 這樣可以做到 經常去高攀 經常去高攀 經常去跟哪個明星 哪個性 去黏著她 各有甚麼作用 多些去 學多些東西 不用請槍 我初頭都不知道她原來她 聽她說的話 這麼粗口 嘩 這個粗口難事 我都沒聽過 這麼粗口的垃圾 師傅 她是假君子 我都很生氣 還有 我多說兩集 都未講完她的寿司 如果你們聽眾 知道這條抽水機 還有一些東西 可以打來我們的球助熱線 告訴我們 讓我們將她的臭屎 堆爆出來 讓那些善信 不要那麼容易中雷招 下一節回來 再和你繼續講這條 這個抽水機的臭屎 發貨 正邪 定分界 在兩個星期前 我們收到一個匿名電郵舉報 說在馬會負責 逐字採的操盤員 他涉容貪污 重案組高級都拆樓保強 Lokster 為甚麼跟蹤死機 ICAC查案 你不方便多 你何時見過古客仔 怕ICC 滴開點 我們有查兇殺 你們有查貪污 雖然case不同 但目標一致 你沒有懷疑誰 他是被老領查的 這件事一定跟我們為國有關 找你查過上個月的歐洲球賽 的確有問題 兇案現場 只有你一個人 你想問甚麼 但你相信我一次 這個是不簡單 你試驗觸犯防止賀魯條例 要正式拘捕 疾病 1 2 2 1 2 3 2 2 1 1 2 2 現在回到第四節 講多個個案 這個抽水機 他有這個 線訊報料 有件事是找他的 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線訊 他媽媽有個病 在醫院長期要診醫院 醫生都看不到他是什麼病 所以就要求法科研學 他又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 找到這個抽水機 找抽水機 抽水機當然說他有些問題 不過做一堂法事就沒有問題 做好了就可以了 要他二萬五元 人家說好了 二萬五元就給他做 何時做 又今晚做 那個線訊就很心急 媽媽一聽 晚上到晚上打給他 打了很多次電話 他都不聽 不聽了 女兒很心急 又想知道媽媽那宗法事做成怎樣 問他問不到 打了他又不聽 不聽之後 他又在Facebook看到他在線 證明他有心悲 跟著那個線訊很深水清 就走去那裏 他說了在哪裏做的法事 那裏的地方 他就走去看 怎知道那裏沒有人在做法事 他就找那裏負責人 他說這個抽水機有來問過做法事的價錢 但是沒有叫我們去做 所以別人是清楚了 他沒有做過 騙了他 跟著他一定要找他算帳 找他負責 基於幾天之外 他就找了他回來 聯絡到他 喂你沒有做過 你說所謂去那裏道堂打齋 我都不見有事 沒有人在這裏做事 那你就去找個笨 大家都在爭拗的時候 他都識事靈人 人家當然叫回水 回水 他就說不要了 你給二萬元那五千元 當手續費 你都靈魂過事 這樣 你做不到 如果他真的救命就死了 真是那個人 命都給他 但是總之那個線訊 都找了另一個師父 就可以救到他媽媽 你說這樣 騙人錢不要緊 一分鐘就拿人命 是啊 你沒有這樣的事 你不要搞別人 你不要殺人 人家真的有個期望 就是你救到他媽媽 為何你會想這樣做 這是生命來的 你不行的 我沒有這樣的本事 就介紹別人做 你又要騙人 又要拿人的錢 又要不幫人做事 又不去覆人 你自己自打 嘴巴 誰肯找你 這件事是真真正正的事實 我們在這裏講事實 如果那些人 是 喂 感覺到要對號入座 我都沒有辦法 我們不開名 好像我們今天講 這個人 拿電器來代表他的身份 就算數了 無謂 惹到法律問題 我們只有上去講事實 告訴你們 你聽 千萬不要去奉盛 一個神棍 當偶像去奉盛他 這樣好意招致自己損失 金錢損失 救不了命 這個才是大前提 所以你們一定要知道 不過我都知道了 觀眾都知道這個人是誰了 你講到很白 這條這樣的人 過街老鼠 還有 講一句話 那兩個江湖的客人 我真的替他 真的替他 我都認識這麼多江湖人 替他不看 他有事的時候 就拿別人出來 大那個 大這個又大那個 但是他那些事都不是他做的 他誤導了那兩個客人 如果知道了有什麼效果 其實我替這兩個江湖的客人 不值得 他分分鐘 累他售口又多 分分鐘野民搬飛 有什麼事他搞了那些蘇州市 一定是找這兩個大哥 是啊 你說是否 無妄之災 這隻這樣的抽水機 你真的要好自為之 不是你以為 你拿那個來大那個那個 到現在 我為什麼不會跟你插手 去跟你在那裡爭辯 在Facebook在那裡開火爆 明雅人都知道 我 跟你做 就是我欺負你 大欺小 你真是請弟之話 你不要是人都得罪得的 你只是會得罪那些女人 搞別人 搞別人的女人 看看你什麼時候碰釘 記住啊 收臉啊 不要影衰你的師工師傅 曬什麼地針啊 唉 小兒科的東西 收起來不要拿出來 阿B 你那段說話 你有沒有跟他曾經 跟他對罵的時候 他有沒有拿這兩位江湖客人 帶你 那他又不敢 是 我是某個江湖上的叔父 的契仔 因為這兩個江湖叔叔 也認識我的 很避免你 他去說叔叔 不要說避免吧 大家是認識的 也不會說 為了你這個辣躲 對 對 搞得跟我契爺 合和 對 因為他們 都相識了幾十年 對 對 因為這句話 很喜歡挑撥離隔 你也看到 我也看到 一會兒 誰喝茶 又說 那裡更好笑 他說他有一間 我聽說他有份 他又有份開 他真的很想拍戲 他真的很喜歡娛樂 娛樂這行 他真的很喜歡娛樂 你只看他自己放片 上去 他在家唱歌 就知道 他自己發明星夢 真的 分分鐘可以 可以去參加 中國好聲音 他都拿了 真的 不過不要緊的 他喜歡自吹 你自吹 你不要害不了別人 就最好 你不要搞第三者 不要搞別人 你喜歡怎樣做 這個是 香港是自由的 對 法言都是自由的 若果我們要開名 就會觸犯法律 對 如果你認為 他好像說我 你對號入座 你自己感覺而已 對 對 不關我們事 我們一定要遵守法律 做甚麼都好 你們自己想 觀眾眼光 是雪亮的 好了 這個時間 我們已經夠了 下一集 我們又要再來 追擊這個抽水機 你們不要錯過 抽水機 第二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有報料 有甚麼資料 請打我這個熱線電話 好了 今集我們很感謝阿B 上來 喂 爆了這麼多電視給我們的觀眾 好了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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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